9月11日,中秋节前夕,南京财经大学组织开展 庆中秋迎国庆2019级新生制作手工月饼活动 众多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寄托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和对家乡的思念 我对中国的文化有兴趣 我喜欢做野兵,做军事很多 需要放这个里面 然后包出来 这次做野兵吧,因为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 中秋节也到了 虽然刚开学不久,但是还是非常想念家里的 学生们制作的月饼各式各样 月饼现有红豆、抹茶和巧克力 月饼上还印有校训 制作完成的月饼也将寄往学生的家里 我们也为外国留学生的家庭里面 也继续他们的孩子亲手做的月饼 为了让他们的家人也感受到远在中国的 或者是在南京的 这样的孩子们的一些喜悦 我们不吃了的月饼可能他们喜欢 现在中国可以发货币特别快 那我可以送我的父母 就是月饼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